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赚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 《满台美国史》 那么上一集呢 我们讲到了 在都基时代 美国西部农业的变化 那么在都基时期 美国南部的农业 又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当时金融资本对南部的控制 和内战之后所形成的股分成制 是相结合的 南部的高利贷商人 种植原主 和北部的银行代理商 他们三位一体 就构成了南部特有的 所谓的不在地主 分成农以全年收成作为抵押 向高利贷的地主 取得生活资料 还有生产资料 可见呢 分成农 它没有土地的所有权 也没有资本的使用和管理权 它是农业无产阶级的变形 况且呢 南部的种植原地主 还制定了各种立法 来限制分成农的自由流动 在1880年 分成农占南部黑人农民的40% 白人农民的30% 到了1900年 南部的白人农民 大多数也沦为了分成农 在分成制的束缚之下 南部人口的平均收入 只达到了美国全国水平的二分之一 而黑人呢 又比南方白人的平均水平 要低三分之二以上 南部分成农的经济处境和社会地位 就使得他们和南方高利贷地主 和北方金融资本之间的冲突 十分的尖锐 但是呢 它没有难以进行有效的抗争 再加上历史遗留的种族偏见和地域割合 这就造成在美国南方的农民运动 它的发展非常的艰难 此外呢 还有相当多的小农场主 它完全破产 就沦为了农业雇佣工人 以中西部七个主要的谷物生产州 作为例子 像伊伦诺伊 埃华 堪萨斯 内部拉斯加等等 他们在1880年到1900年之间 农业工人从36万多人增加到了63万多人 就美国全国而言 1900年的农业工人的总数 已经达到了200万人 这相当于农场户主总数的35.5% 那么这种形成的农业被动无产基地的人数 迅速增长 这就表明了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 区域成熟 但是美国农业工人 它是以季节工居多 分散性和流动性非常大 所以难以在19世纪末农民运动中 发挥重要的作用 尽管当时美国的农场主 也翻化成了若干的不同阶层 但他们和金融资本 工业垄断集团 铁路公司 以及联邦政府的坚韧矛盾 却是共同的 社会地位的下降趋势 也大体相望 因此呢 这个曾经在美国社会中 占人口多数的集团 在其走向衰落的困境中 也发出了进行社会 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强烈呼声 这也给20世纪的美国 留下了巨大的影响 当我美国内战之后 所诞生的第一个 全国性的农民组织 叫做农民协定会 他在19世纪60年代末 到70年代中期 推动了美国农民运动的 第一个高潮 1867年11月 奥利弗·凯利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创立了农业保护者协定会 简称为德兰奇 凯利呢 他曾经担任过 美国农业部的职员 他对美国南方的农村 做过调查 对那里的落后状况 和农民的困苦处境深有感触 他按照共激会的秘密组织形式 就创办了农民协定会 宗旨呢 是倡导农场主 互助合作 交流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 发展农村教育 来改进农场主的状况 所以格兰奇的初期 是一个不过问政治的 农业教育组织 到了1871年 他在美国九个州 建立了180个地方分会 其中有一半的分会 设在爱华 然而呢 参加农民协定会的 这些中小农场主 却对华盛顿总部的 纲领和行动不满 他们认为 只有进行 有组织的经济活动 才能够让他们摆脱困境 那么有一些地方组织就提出 他们要合作起来 针对流通领域的 垄断行为 1869年 一些州和地方的 农民协定会 就建立起了商务代办所 为会员出售农产品 代购农具 种子和牲畜 设置临时的股仓 来储存股物 有时候呢 还向会员提供市场的行情 那么这些活动就表明 独立的农场主 已经开始进行 经济合作的尝试 1873年 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之后 美国的农产品价格 迅速的下跌 那么垄断组织形势 在工业和铁路部门中 广泛的发展 农场主他所面临的市场环境 就进一步的恶化 更多的农场主 把协定会 当作是自己经济利益的 保护者 1874年 美国全国37个州中 一定有32个州 建立了州一级的 农民协定会组织 地方分会超过了 21000个 会员猛增到了80万人 在中西部和南方地区 几乎每一个县和社区 都建立起了分会 除了中小农场主之外 还有大批城镇的小商人 和小企业主 纷纷加入到协定会 当农民协定会的力量 壮大起来之后 这就让他的领导人和纲领 变得更加的激进 1874年 在胜利玉斯召开的大会 他所发表的宣言中就提出 反对垄断资本的暴政 反对贷款制度和抵押制度 同时又提出 我们并不是资本的敌人 只是希望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 在农场主和制造商之间 建立尽可能直接和友好的关系 那么这个纲领嘛 就反映了协定会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 他们试图以合作制和基地调和 来阻止中产农场主 和小商人小企业主的破产 他由力图阻挡正在出现的 向垄断过渡的趋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纲领在思想上是混乱 那么在行动中呢 协定会更加明确了 发展集体所有的合作制的措施 这点比他的初期 要进步了一大步 1873年到1875年 美国农民协定会 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合作行动 从缅银州到加州的广大土地上 出现了成千上万个合作商店 股仓 货债 保险公司 以及少数的银行 26个州协定会 建立了经营批发业务的经纪人制度 为协定会的会员 处运代销农产品 南方某些州协定会 派出了经纪人 常住在纽约和英国的利物谱 随时掌握棉花的市场行情 加州协定会还自行装运了 17艘船的粮食 直接向国外销售 他们这些机构呢 还设法从制造商那里 直接批发农机具和日用品 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向会员出售 来减少中间的盘剥 在堪萨斯 密苏里这些中部的各州协定会 还投资兴办了小型的制造业工厂 生产农业机械 加工面粉 奶酪 大麻纤维等农产品 那么农民协定会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 这一系列的改革 就为美国的农场主们提供了实惠 同时也积累了 参与社会化生产的经验 向紧爱药华的一个州的合作机构 就为这个州的会员 节省了40%的运输费 和100万美金的购置费 那么尽管农民协定会 也就是格兰奇 在他的纲领里 坚持他并不是政党组织 不讨论政党和宗教问题 但是在他的经济活动中 又不能不参加到政治斗争 和立法活动中去 在基层会员的推动之下 1876年 农民协定会 在华盛顿就组成了一个 院外活动集团 对美国国会的立法施加影响 各州协定会 也有相当多的组织 转变成了地方性的政党 1873年到1876年 在中西部和西部的11个州里 就涌现出了一系列的农民政党 像反垄断党 改革党和独立党等等 这些小党的纲领 主要集中在敦促联邦和州政府 制定铁路管制立法 实行合理的赋税制度 将西部国有土地 赋予真正的啃职者 在国家银行 发行统一货币等等 这些农民政党和协定会 在地方政治中就积极地展开活动 并且在某些州 暂时取得了某些优势 在维斯康星 明尼苏达 伊伦诺伊和埃亚华等 四个州的议会里 在农民协定会 和独立小党的共同推动之下 管制铁路的立法得以通过 那么这些就被称之为格兰齐法 这些立法主要是对 铁路运输的最高限价 收费率 长短图和小额货运的差价 做出一般性的规定 那么美国西部的其他各种 也很快的效法 所以格兰齐法迅速的传播 得了当时美国社会中下层的 广泛支持 但是铁路公司 则是竭力地诋毁格兰齐法 说这种管制 它违反了特取营业证的规定 侵犯了法人的财产权 触犯了联邦宪法 关于洲际贸易的条款 因此铁路公司就和中西部各州 产生了一系列的争执 构成了所谓的格兰齐案件 1877年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在对芒恩诉伊利诺伊案 和派克诉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案中 都判决 州政府的管制铁路是合法的 因为铁路公司 它是关系到公共利益的事物 所以必须服从公众的管理 并且认为铁路运费 属于州政府有关的内部事物 这样呢 美国农民协定会 在立法斗争方面 取得了暂时的上风 格兰齐法 作为其对放任政策 和垄断行为的第一次冲击 对美国之后的立法 有着深远的影响 不过1876年之后 农民协定会运动 就转入了低潮 他的地方组织纷纷的松弛和瓦解 1880年 他的会员人数 锐减到了12万多人 农民协定会 他是以合作社运动和单向立法 来抵抗垄断组织 来挽救农场主的衰落趋势 所以他力不从心 具体来说呢 协定会他缺乏足够的资金 来支持大批合作商店 企业和公司 而且管理不善 经营范围又过大 再加上垄断组织的排挤和清雅 这些企业大多数倒闭了 虽然有少数得以维持 但一定不是为了格兰奇成员的利益 而活动的集体合作组织 那么政治上呢 格兰奇法对铁路公司 也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制约 而且实行的时间比较短 各州政府大多数 适合铁路公司互为利用 对格兰奇法搁置不理 或者把它修改的面目全非 美国经济在1876年的 经济危机之后转向繁荣 农场主对于投身运动的兴趣 逐渐淡漠 再加上农民协定会内部的成分复杂 要求不一 难以在进一步发展的时候 缺点目标 那么尽管格兰奇运动衰落了 但是呢 它作为十九世纪末 美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农民运动高潮 它的历史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它推动了美国分散的个体农场主 走向联合 并且积累了这些农场主们 在商品经济的竞争中 广泛活动的经验 为后来美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提供了骨干 那么其中的很多会员 都转入到了绿背纸币党 或者是农民联盟 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格兰奇法呢 也在联邦中级贸易条例中 得到了发展 那么就在农民协金会 尚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 另外一个美国农民运动的高潮 就已经悄然到来了 这就是1874年以后 绿背纸币运动的兴起 绿背纸币运动 它不同于农民协金会 主要在于 它是以政治斗争为主的 并且建立了 以农场主为主体的 全国性的政党 它的活动范围 虽然是以中西部为主 但是对于美国的东北部 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绿背纸币运动的特点 产生于这场运动的争端焦点 那就是货币问题 对于美国内战之后 所遗留的国债和纸币问题的解决方式 当时涉及到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债权人希望以足值的硬币 来支付全部债务 尽管他们在内战中 是以纸币购买大部分债权 而债务人呢 则希望仍然以纸币来偿还 因为如果换于硬币来还债的话 会让他们的私人债务成倍的增加 那么联邦政府当时是站在 债权人利益一边的 在1869年决定以金币 来偿付全部的国债 1873年 联邦政府又决定停止印发纸币 逐步实行金本位置 这两项立法实际上是让负债累累的农场主 处于一种非常艰难的境地 它会导致价格进步下跌 而债务更加上升 那么其他面临破产的小企业主 也对紧缩通货政策持反对立场 主张通货膨胀的债务人集团 从爱德华凯洛格那里 接受了低值货币论 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改革金融制度 发行低值货币 并由政府发放低利率贷款 让社会的中下层 得以摆脱破产厄运 这种观点呢 是把信贷资本作为资本的主要形式 把通货膨胀 视为改造社会的基础 从我们今天来看 这是非常幼稚的幻想 但是由于这种理论在当时 揭露了联邦政府 支持金融资本 对社会中下层的掠夺 这就激起了人们 对于改革金融体制的强烈要求 正好赶上1873年 美国经济危机的到来 所以绿贝纸币运动 很快就在北部各州封明起来 1874年11月 在印第安大州 和伊利诺伊州农民党的发起之下 纽约 新泽西 康内迪格 密歇根 肯塔基等七个州的农场主 和部分工人代表 在印第安大波利斯集会 决定成立新的政党 政党的宗旨 是要抵制垄断资本的侵犯 改革税制 纠正政府的腐败现象 并且适当地解决货币问题 这就揭开了 绿贝纸币运动的序幕 1875年3月 在克里弗兰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 正式成立了独立党 并且通过以金融改革为中心的政治纲领 这项纲领认为 金融问题比其他问题 更加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实际利益 所以他们要求 以绿贝纸币来偿付国债 废除1875年 恢复硬币支付法 那么独立党的核心要求 是围照着绿贝纸币问题展开的 所以他就被称之为绿贝纸币党 1876年 绿贝纸币党决定参加当年的总统竞选 推选了纽约的慈善家 彼得库博 作为总统候选人 在竞选纲领里 绿贝纸币党着重提出了 废除硬币法 增发纸币等思想要求 但在其他方面 并没有拿出更为有力的改革主张 况且呢 他的竞选经费极为不足 所以最终得到的选票 只有8万多张 占当时美国全国选票总额的1% 由此可见 绿贝纸币党 他把注意力过分的集中在了 货币的问题上 并不能够吸引足够的下层群众 那么绿贝纸币党 在他成立之后 他的发展情况又是如何的呢 我们下一集